好 眼看电影《何以生肖默》 即将上映了主演黄晓明和杨幂 日前也开启了一个疯狂的通告模式 继之前的媒体电影场之后 4月23号 两个人又携手参加了 《何以生肖默》的首映发布会 好久没有出现杨幂当天 再度回归《何以振荣》 不过这次发布会 竟然是以道歉开场的 怎么回事 看了就知道 主持人刚把黄晓明和杨幂请上台 二哥却神情严肃 首先我觉得我要跟大家道个歉 原来原定于下午3点 举行的《何以生肖默》首映发布会 因为几位演员转场上一个活动 最终被推迟了将近30分钟 这让身为该片主演 同时还身兼出品人和监制的黄晓明 十分自责 我们是把不停蹄从那边赶到这来 结果碰到二环堵车堵得特别厉害 所以我们也没吃重饭 然后也是特别不好意思 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对 对不起啊 其实明星迟到并不是新鲜事 有时候一两个小时都是小儿科 但是在仅仅迟到半小时的情况下 黄晓明和杨幂就主动道歉 这情商果然高得没话说 而在这样的前提下 导演还拼命夸拍摄与戏时 两人的敬业 这天油加醋来得正是时候 因此为何黄晓明和杨幂基本无负面报道 看看他们的表现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对于这样一个好好先生黄晓明 现在所有朋友都在盘算着 要送给他和baby什么结婚礼物了 此前人权就表示只要黄晓明开口 自己一定想办法做到 不过对此黄晓明仗义表示 礼物不用送人道就行了 我真的想跟所有的朋友说 不用送结婚礼物 他们来就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可能在国内做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朋友 能够来起来方便 这是最大的一个原因 你什么时候来 有啊 娱乐星天地北京采访报道 杨幂这句话好给力 对哦 什么时候来呢 都说了很久很久了 结婚结婚结婚 到底什么时候结呢 赶紧给我们一个结果吧 小伙伴们等的都很着急了